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设纵阳 潮湖 鼠山 楼江等共八大枢纽 为沿岸人民描绘疫区侵权干净水 一道靓丽风景线 一条生态经济带的美好盛世途径 作为中国最大的水泥集团之一 海螺水泥 在安徽省共建有二十家水泥工厂 水泥与数量产能均达千万吨 贯穿工程权限 累计供应水泥约二百余万吨 为助力美好安徽 创通长三角航域一体化而努力 宋阳县位于长江北岸 是尹江济怀工程起点 宋阳尹江枢纽 是尹江济怀工程两大饮水口门之一 位于长河入长江口处 也是全县投资最大的枢纽工程 位于纵阳县欧山镇的纵阳海螺 拥有六条熟料生产线 堪称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的博物馆 作为最主要的水泥供应商 纵阳海螺稳定而动 攻坚克难 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本项目进行脚搬装工程 对水泥的需求量特别大 一天大概需要一千吨左右 对水泥供应特别着急 工期又特别紧 我们就想看下海螺有没有好的办法 解决现场水泥保供问题 他们接到电话后 就努力进行了协调 最终开通了绿色通道 直到现场车辆停货 做到了正常保供 感谢海螺水泥为我们中国水泥12局 引江计怀工程建设的支持 在引江计怀工程 全线八大枢纽中 中阳引江枢纽纽是投资最大的 施工难度最复杂的 防御压力也是最大的 我们中阳海螺为了保证工程攻击 始终坚持 支高品质 支撑制成服务的理念 开通了专门的发运步骤 确保了水泥工艺分产 累计工艺水泥100余万吨 后续中阳海螺会一如既往地配合做好 引江计怀各标段的收尾工作 引江计怀段作为源头工程 线路全长208.5公里 是800里潮湖的亮丽名片 项目建设中 中期工程工期吃紧 水泥宝工成为重要因素 位于潮湖市海昌大道的潮湖海螺 义不容辞 集集贡献海螺力量 保障工程顺利进行 我们潮湖海螺在工程建设一时 就与项目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 主要供应引江计潮和江淮工程段 下属的工程项目 为了确保项目的北宁供应 我们成立了引江计怀这个项目的服务小组 由专人负责对接和沟通 邀请施工单位到场参观交流 跟踪运输环境并结合项目的特点 阶段性需求整合调动自由 即便是对面对疫情和洪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水泥也能够确保供应 持续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二年一九年以来 已累计供应水泥七十余万吨 一条大河波浪宽 兼得航运畅如雪 应托引江计怀工程 建设长江至淮河航道 真正实现江淮沟通 其中 鼠山枢纽高差最大 坡度最陡 如此庞大工程 对水泥质量和水泥保供 都是一个挑战 我们四局和海螺合作一直比较愉快 去年拉月二十八 大家准备欢度春节 当时项目正在进行大方量的一个混凝土施工 由于胶筑需要一次性完成 对这个525水泥保供要求比较高 在联系了海螺业务人员告知情况以后 他们立刻启动了重点工程 客户保供的一个愿 积极协调增加运输的车辆 同时开辟了这个绿色进场通道 在他们的保驾护航下 我们成功完成了两天三天多方的尸攻任务 陆立同心 久久围攻 海螺人始终坚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面对洪水来袭 海螺人以赤子之心 彰现无私无畏 用坚毅 顽强的行动 使抗洪与施工同步进行 木然挥手 海螺人用品质 智慧和汗水 人进了一条又一条河道 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创业之歌 海螺人将始终铭记 至高品质 制成服务的经营宗旨 以更强的自信 更大的勇气 奔向更高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营